女人拿起100度的开水浇在同事脸上 不出5秒 同事便无力回天 接着女人拿起同事的手机 冒充对方约班草上门服务 班草开心地赶来 看到不应该出现在这的女人呆住了 女人不由分说质问她为什么要分手 班草嘴上说着因为她爱同事 身体却是渣男本质 面对送上门的女人 立马和她探讨一加零等于几 三分钟后 班草来到浴室洗澡 一拉开帘子 引入眼帘的竟是同事的尸体 吓得她哭电喊娘 女人为何要置同事于死地呢 这还要从多年前说起 当时的女人在高中学校当教师 由于背后没有关系 在学校里辛辛苦苦打工数年 她已经到了30多岁 依旧是个临时工 先不说没有任何福利待遇 领导心情一不好就能随时把她辞退 而女人依旧坚持工作的原因 是学校里还有一个转正名额 只要好好干还是有机会的 就在这一天 学校里一位老师要生孩子 没法继续当班主任 这对于女人来说 那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绝好机会 只要她能够争取到 那转正完全不在话下 为了保住饭碗 女人成为了代理班主任 她丝毫不敢懈怠 对工作极其上心 还经常被班上学生调侃 但还好学生都挺配合工作 也没有什么困难 在上课时 女人点名时发现班上有人旷课 询问了学生后 才得知旷课的学生是班草 现在她是一名舞蹈生 可是她家里没钱 根本请不起老师 只能每天泡在体育馆里 一个人摸索练习舞蹈 作为代理班主任 女人了解班草的情况后 看着她帅气正见照起了兴趣 决定去看看班草本人到底有多帅 于是 女人小心翼翼地来到学校的体育馆 当她看着眼前的班草 在空无一人的馆内不停地练习舞蹈 身上的汗打湿了衣服 全身散发着青春活力 还有那帅气的脸庞 那一刻 女人被班草深深吸引了 不知不觉地对她有了好感 回到家后 看着家里蹲的邋遢男朋友 和班草完全相反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整天摆烂 每天靠她来养活 家务也都是女人来做 女人心情郁闷 对男朋友开始挨搭不理 越来越冷漠 对待感情失去了一切动力 不知不觉再次来到了体育馆 此时的班草喝得烂醉如泥 女人默默地坐在了她身旁 只有看到班草 她的心情才会好上许多 就在这时 班草突然睁开了眼 主动投怀送抱 那一刻 女人彻底沦陷了 也从那天开始 女人生活迎来转变 事业爱情双丰收 她脸上也洋溢出灿烂的笑容 可好景不长 就在这天 学校空降一位女老师惠英 她名牌大学毕业 更主要的是 她爸是学校的董事长 惠英直接霸占了女人 心心念念的转正名额 除了女人 所有人都支持 因为惠英不仅年轻漂亮 嘴巴还特别甜 说话一套一套的 和沉默寡言的女人 形成鲜明对比 大家纷纷对惠英颇有好感 而且碍于惠英爸爸的身份 一直为转正名额奋斗的她 此时向极了笑话 这天 惠英作为后辈 想表达对女人的尊敬 邀请她吃晚饭 可没想到 惠英还带来了 她的高富帅男友 两人浓情秘密 狂洒狗粮 在女人看来格外刺眼 显然惠英并不是表达尊敬 而是在她面前 炫耀踩她的痛点 晚饭过后 女人对惠英的假惺惺 不屑一步 当场和她划清界限 郁闷地回到家里 更雪上加霜的是 巨英男友要和她分手 短短一天 十年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事业爱情一无所有 女人感到未来一片黑暗 原本人生起点就在半山腰 不像惠英生来就在山顶 一切都唾手可得 现在女人还直接跌入谷底 她整个人失魂落魄 又一次不知不觉来到了体育馆 或许她早已将斑草 当作心灵救赎 每次看到她 心情才会好上许多 可这一次 馆内虽然开着灯 却没有斑草的声音 就在女人疑惑时 一阵伤风败俗的声音在馆内回荡 女人顺着声音走了过去 不该看见的和不该看见的 都被她尽收眼底 谁能想到 刚入职不久的惠英如此敬业 在学校里加班加点 给班草一对一辅导 看着自己心爱的学生 也被死对头霸占 女人内心五味杂沉 经过一番思索 她露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眼神 悄然转身离开 第二天 女人将惠英约到无人的教室 声称拍下了昨晚的视频 惠英瞬间慌乱 祈求女人不要曝光这件事 女人趁机威胁她 要她终身不得接近班草 并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离开 从那之后 女人有意将班草叫来办公室辅导功课 明里暗里地显示她的主权 看着惠英在班草面前吃饼 她止不住地感到高兴 殊不知 她逐渐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女人和班草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无间 她不惜自掏腰包 为班草报名了舞蹈培训班 还专车接送她上下雪 而班草送给女人一致陪伴她多年的手表 温柔地戴在她手腕上 往往女人都会在细节上被感动 某个夜晚 班草告诉女人她和家人发生了矛盾 不想回家 她请求能否在女人家里借宿一晚 于是 女人按耐住内心的欲望 把班草领回家里 她尽力保持理智 让班草睡在沙发上 然后匆匆回到房间 以防止自己陷入诱惑 但是内心的欲望在她心头涌动 女人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 最终 她悄悄来到班草旁边 看着熟睡的班草 无法抑制地触摸她的脸 班草也不再装睡 坐了起来 这一刻 欲望战胜了理智 两人随即挑灯夜战 从这以后 班草不仅在上课时和女人眼神交流 在下课后还匆匆下楼 钻进女人的车里 向她请教作业上的难题 而女人将她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班草身上 以女朋友的身份付出了一切 她不仅帮她争取到了舞蹈比赛的资格 男友历尽艰辛 终于走向成功 女人不禁为她感到高兴 然而就在这时 她意外发现慧英也在比赛现场 这女人在场准没好事 不安的情绪瞬间笼罩着她 比赛结束后 慧英突然消失了 女人连忙前往寻找班草 但四处都找不到她 打电话也不接 最终 她只能前往班草的家 等待她回家 却撞见了痛心的一幕 班草居然坐慧英的车回来 显然两人在比赛后就待在一起 看着两人甜蜜无见 男舍男分的画面 女人脸都气绿了 第二天 女人将班草叫出教室 质问她曾经的海誓山盟算什么 班草邪魅一笑 回答算成语 面对眼前为自己清净所有的女人 班草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有和慧英分手 更何况自己接近女人 只是因为她现在是代理班主任 保送名额需要获得她的支持 女人完全不敢相信 班草却不留情面地说出了 让她彻底死心的话 从未爱过她 残酷的现实瞬间击中了女人的内心 她曾经以为的美好 一切都只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女人曾尝试用来威胁惠英的把柄 实际上对于惠英而言不疼不养 因为她有着强大的背景支持 但作为一个高傲的千金 并不打算忍受无名小卒的挑衅 于是 她找到了女人在乎的班草 承诺会包养她一辈子 还会送她出国深造 前提是班草要主动接近女人 假装很爱她 让她对班草掏心掏肺后 无情把她甩掉 把女人廉价的信念粉碎 女人得知后立刻找上惠英 试图拿那碗的视频威胁她 惠英也不装可怜了 嘚瑟地表示 只不过是一个老师的工作而已 要不要都无所谓 这还不算什么 别忘了惠英她爸是董事长 她直接动用关系 把女人当场开除了 显然 女人输得很彻底 她其实根本没有资本 去和上层人谈条件 再次一无所有的女人 尊严对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她当着全校人的面 跪在了惠英面前 祈求惠英原谅她 不要让她失业 惠英差点笑翻过去 假惺惺地原谅了她 让她到家里当最低等的保姆 女人不得不接受了惠英的安排 尽管这是一种屈辱 可对她一个三十多岁 一无所有的女人来说 只要能够拥有一份工作就好了 一回到惠英家里 女人就兢兢业业地在厨房做饭 而惠英洗完澡后 以看笑话的眼神看着她 也不装清纯了 她表示自己不过是玩玩斑草而已 没想到女人居然真的会爱上一个小屁孩 这一刻 女人彻底被激怒了 自己奋斗了十年的转正名额 被惠英轻而易举霸占 亲近所有去爱的人也是惠英的骗局 就在这时 水烧开了 女人毅然决然拿起了热水壶 悄然接近惠英 毫不犹豫浇在对方脸上 用力按着痛苦挣扎的惠英 没过一回 惠英便隐困西北 完事后 女人假扮惠英给班草发短信 引诱她前来 与这个用力去爱过的人温存三分钟后 绝望地离开了 走之前表示浴室里放着给她的毕业礼物 等到班草毫无防备地拉开帘子 顿时脸色发青夏的瘫坐在地 放在浴室里的正式面目全非的回音 此时的女人安静地坐在办公室里 吃着三明治 听着外面响起的警笛声 等着接受制裁